台东地区只要往山里头走 不难遇到室外桃源般的景色 但艺术家就是有这么天生以生俱来的眼光 在东河乡的县道旁 往上走一点就有让人为之惊叹的景致 江贤二老师走过创作40多年的时光 常年都旅居在海外 而现在却沉浮在这美好景致下的台东土地走不了 室内室外映入眼帘没一处看似多余 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海的游泳池 叫人如何不羡慕 县长以及文化处长一行人来到这 每每发出惊叹 还沉醉在刚才的景致里头又来到了另一个地点 又来到了都兰地区 梁大师的家中又再一次受到了冲击 梁老师出生于彰化 他的作品自由艺术形式 不拘泥东西方的元素 定期在SOHO举行画展 被收藏的作品就约有5000幅之多 定居在这里一眼望去 就是美丽湾的海景 家中蚕蚁飘飘 中国色调又相当浓厚 他的个性就如同家中的简单色调一样的纯粹 看到有游客乱丢垃圾 他也很简单的就训了别人一顿 我跟我妹妹的 两个警察说好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站在那里 很生气 我说我是当地的人 我要维护我们这里的民生 让现场的我们听了都感受到他的生活 已经深深融入在这块土地上 县长也在这听他谈及一些他眼里所看到的不快 点着头全场安静的听他一一阐述 告别了梁大师 我们往市区里头走 原以为下一站要到的就只是市区里头的钢筋水泥 而没想到弯了个弯 我们到了田里的农家来了 林黄娇阿嬷是个很道地的农村女性 他所编织的令草可没那么简单 在古厕里的一个空间摆满了他的作品 一根又一根的令草所编织出栩栩如生的作品 充满着草地味的素材 能够呈现眼前的这些作品 八十多岁的他得到的奖不及被窄 农村生活的一点一滴 他用这一根根的令草记录下来 而在我们临走前 阿嬷分送给大家一人一个令草编织的粽子 县长拿着挂在妖记 开心得不得了 艺术家的天性大多与世无争 有的人享受豪宅寺的环境 而有的人就跟这位阿嬷一样 享受的是田园乐趣 这边过他们认为非常舒适 非常精彩的这样的生活 那特别来看荒娇阿嬷 阿嬷是已经八十岁了 那他可以说是在这个令草的这个编织上面 是国宝级的人物 那也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恭喜我们所有县内的艺术家们 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有更多的创作的作品 且不论他们怎么生活都如同他们的笑脸一样 沾了岁月历练下来的内涵 和抹上生命中最美好的色彩 东台新闻张玉成黄浩君台中市报道